嗨,大家好,我是董捷安 我是荷隆 那這一次我們一樣延續了之前的話題 我們要來再繼續比較不同場牌的弦 它對我們吉他聲音的影響到底會怎麼樣 那這一次很榮幸可以邀請荷隆 來幫我們做彈奏上面的示範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我們這一次 誒,那個弦,那個弦 對 我們這一次就是 因為上一次是同一個場牌 然後不同的 規格 不同的材質去做比較測試 那這一次我們就要延續上一個話題 就是我們要把它拉到同一個規格 但是不同的場牌去做比較 那市面上的場牌當然是非常多啦 只是 我們沒有辦法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去一次比較所有的東西 所以 這個影片的目的只是在告訴大家說 不同的場牌 它確實會有不一樣的聲音 那我們也稍微做了六種不同的場牌去做比較去做測試 那大家也可以從這個影片去聽聽看 這一些不同的場牌它的特性 它的聲音效果到底是怎麼樣 那也藉由這個影片去認識到說 不同的場牌 不同的規格 這一些不同的東西都會影響到我們的聲音 那是不是從這個時間點開始我們可以去更認真的去挑選我們自己所使用 我們 適合自己的選 對我們到底會喜歡什麼 我們在演奏什麼樣子的音樂 甚至比如說 我這一團 是 Metal的風格 然後 我另外一團是可能 藍草的風格 落差很大 沒錯 然後這一團 可能適合什麼 Metal的適合什麼弦 然後藍草的又適合什麼弦 可能都會不一樣 對 它是很有可能可以去依照我們不同的特性 不同的需求去挑選 對 那我們接著馬上就來進入我們的比較環節 YEAH Metal的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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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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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